很久沒有拍過這個電視 其實是一段時間的 三年零八個月起碼 因為疫情關係其實都在加拿大照顧家人 今次回來 21回來就撞過這麼正的劇本 開心的 是 開心 那是甚麼吸引你 是你回來之後和你回來 特意回來的 是 駱小姐跟我經理人談好了 我跟經理人之間這麼久的合作 都是他接到他一定拿了故事大講 談了之後 二話不說故事好 細節的談 我就已經是他更加了解的角色 這個戲是好的 在這個角色方面 我覺得 你介紹的角色是甚麼 那個角色是甚麼 就是這麼吸引你 角色吸引你 是因為一個非常有錢 可以說全香港 甚至在國際上 都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他想我有多少身家的人 當權力與金錢集在一個人身上 他就可以有很多故事可以發生 我可以這樣說 告訴你 就是這件事的吸引 還有因為 編劇的番茄 KK 總導演 KK我以前也和他一起合作過 而且他們以往是 例如KK 從TVB與他合作 之後他到電視 全部拍劇集 之後他就拍電影 番茄是未合作過的 但是我們一開會的時候 我仍然是在加拿大 一開會的時候 大家想那件事很一致 其實做製作人 幕後也好 幕前也好 只要一致 這件事已經是推動到劇 是向前走的 其實很多人都一起合作過 幾個時帝都一起合作過 以次數來說 我仍然在想 究竟Bosco多 或是馬明多 不要說合作次數 如果說大家一起的戲 我想我和Bosco 會在同一個劇裡面 是很close的 因為都是演父子 馬明未演過父子 演過對頭 反而陳豪我是期待著的 因為未跟他合作過 孫圈都未合作過 當然這麼多個都是好戲之人 加上我劇本好 加上很多人在這裡 當然也有新一輩的演員 有些都有合作過 希望能夠將融為一體 搞好我們香港 和搞好我們這個劇集 你有沒有說權力於 更前一輩 會不會有些經典電 有很多美女 有很多 有很多 美女 美女就當然多了 只看後面 嘩 個個都是美女 關不關我的份 關不關我的事 可能很多人 恨的 恨的 做角色裡面 最緊要有很多美女包圍 我是跟劇情的 我不是因為美女 吸引我回來的 我是因為我角色 實在很正 而吸引我回來 也有的 也有很多的 有沒有跟那些美女 我又不知道現實那些 有權力與金錢 是不是有很多美女包圍 我 劇本正在改 我不會要求 因應劇本而行 那有沒有說 參考什麼標誌人物 可以最少一下 或者什麼 在投資 就這樣 其實我自己 一向來講 演一個角色 我是由 沒有東西 開始將它立體化 你說有沒有參照 有沒有成 我不知道那個劇本 因為其實我是 早兩天才回來 他們仍然 當然我在加拿大 跟他們有開會 談過故事 一回來的時候 編審編劇 總導演都跟我說 更改 有更改 我說更改什麼 跟你談完 有更改 那我開心 其實開心就是 因為他很恩 他跟我說完 我當然有些東西 又說出來 他就開始將那個角色 裡面有些東西更改 所以 有沒有標誌 什麼人物 我估計應該 這麼厲害的創作組 不會找一個人來做 是純粹在戲裡面 這個角色來做 以及配合那個戲 我告訴你 其實我那些戲引蟲捐得很厲害 是純粹在戲裡面 哎呀 看過醫生 醫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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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等他釋放 釋放 就好過些了 那這次有什麼特別期望 或者突破 突破是有的 突破是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剛剛站在你這個訪問之前 編審說了一個很棒的想法 他說在創作劇本裡面是一個很突破的 當然我做演員 接收到一個很突破的劇情 那我就已經是去演這個劇情的時候 或者這場戲的時候 就要用一個 配合他的突破設計 以突破的演出來做 明白吧 我都未知 我不是不想劇透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透 我說了 我一會兒你說我下巴輕輕 都不是那一回事 這樣又不好了 我知道的 我一定會告訴你 那些劇情還要拍多久 這個戲 我的戲份應該起碼要三個月 三個月 這個就不是 不是說假的 是真的 劇透這家戲 簡直是 行花市準備 看了煙花 買了年糕 那麽就鬥了勵 那麽 即是一次過換了幾個劇情 其實 最大的願望 都是跟這班演員一起 開這個戲 這個是我的 我很希望這件事 還有 真是搞好 搞好我們香港有份參與的製作 是否有 那麽有說 即是拍完這部戲後 都會否再拍多些東西 還是會拍 那身為一個演員的我 就當然 拍完這部接第二部 當接找第二部的時候 就談第三部 談第三部的時候 就等第一個出 說不定的 很威風 又想問一下有沒有劇透 又沒有人說 又透不到 只是我預料了 我預料了 我預料了 好啊好啊 預料了 說不定 其實是世界性的 演員是沒有國界的 其實去年我就去英國拍了一部西片 是一部英國電影 所以你說是否只留在香港呢 我都是很支持香港製作 加油的 但是就是做演員 不要緊的 沒有限國界的 你說我會不會去俄羅斯拍部 俄羅斯電影呢 如果他覺得我可以做的 那我都去的 都去試的 所以很難說 說不定 這樣吧 其實那一種感覺是大的 因為以往我都是跟一些 加拿大的crew 拍攝 即是跟他們做過 他們的制度 他們的工會 是好幫到整個crew 因為香港其實 很坦白說 70年代尾一直做到現在 大大話話都 不要說的 不要說 這些不可以說出來的 我做了多久 但是已經好幾個不同的generation 看到其實香港的製作 是已經比我們初初入行 那個規則秩序時間都控制得很好 是的 會不會說特別是准時的收工 或是要求 喂 收工這件事 我一接通過是拍完才離開的 我不會叫人說 甚麼時候收工 你以為我第一天做的 哎呀 做了這麼久 怎會要求 拿了一張run down 導演 早點拍吧 這個不是今天 甚至不是做這一行 應該有的態度 你做一個演員 拿了一張run down 導演說拍完才離開 不要吹 導演有導演的壓力 演員也有演員的壓力 這樣吧 好 麻煩 客氣